当地时间周三中午 朝鲜再次向韩国西海岸发射了约100发炮弹 而前一天晚间 朝鲜向西海岸发射了约100发炮弹 东海岸发射了150发炮弹 韩国周三声明说 炮弹都落在了两国海上边境缓冲区 没有落在韩国领海内 韩国军方警告 朝鲜这一举动已经违反了2018年亲属的朝韩军事协议 强烈要求平壤立即停止炮击 韩国军队从本周一开始举行年度护国军演 周三 在韩国黎州 美军加入和韩国士兵一起进行了野外机动演习 包括野外舰桥渡河 运送武器等项目 我们一直在进行一组湿地穿越行动 美国和韩国一起合作 漂流车辆 然后建造一座封闭式的桥梁 可以穿过各种湿地 这次韩美军演 有一千多名官兵 以及K2战车等50多辆军用车辆 核直升机等武器参演 这是韩国国防演习的一部分 目标是应对朝鲜日益频繁的军事威胁 联合跨江演习代表牢固的韩美联盟 在紧急情况下 保护我们人民的生命和安全 免受朝鲜的威胁 到目前为止 它非常成功 展示了韩美同盟的力量 美韩联合军演将持续到本月28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岳综合报道 场合作